注意看,这个女人太狠了 她的名字叫奈奈 上一秒,她才答应和这个失恋了183次的单身狗交往 下一秒,她就偷偷带小帅回家,到隔天早上 大家好,我是首长,欢迎回到乌龙派出所系列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的人物是乙姬奈奈 对于乌龙派出所插鸡龙从七堵前移到正边的Vlog 我会尽快去拍完再请各位稍等一下 当然如果有办法自己抽空去等啊 我一律建议自己去看过才会有最真实的感受 那在影片开始前要先感谢赞助本支影片的Surfshark VPN 你还在头看不到国外才有的作品吗 像是这季我个人一直很想看的名称探柯南犯人范哲先生 他竟然只能在日本圈的Netflix才看得到 那么这种时候就要让Surfshark VPN来大选身手啦 Surfshark VPN除了能让你轻松的跨越地区限制 他还只需要一个订阅帐号就能让你在各个装置上同时并用 而在如此方便的情况下 Surfshark依旧非常的注重所有使用者的隐私 他不仅能隐藏IP加密资料 更是绝对不会偷偷存取保留你的资料 且如果你真的还是用不习惯 Surfshark VPN也都有30天保证退肥机制 让你用的安心定的放心 你还在犹豫吗 现在只要透过我的专属优惠连结就能直接使用我的优惠码 OHARA OHARA享受到85%的折扣优惠 外加三个月的额外使用期限 这样的优惠绝对可以说是全球CP值最高的VPN了 书话说有欲就会败北 让我们一起带着优惠来享用便利又安全的Surfshark VPN吧 以及奶奶除了是一名女警同时也是一名当红的少女漫画家 更是大家对她最熟悉的本田的女友 毕竟她才刚一登场就选择了一个动画才没登场几次就失恋了三次 死者则是失恋了183次的男人 要不想对这方面印象深刻想想都难 也因此大部分人在提到奶奶的时候 多数都会聚焦在她是本田的女友的这个身份 而忽略掉她其实还同时是漫画家以及女警 然而实际上在漫画中除了本田女友的这个身份 作者其实也很注重的在描写奶奶身为一名当红漫画家的身份 之所以大部分人会有她就只是本田的女友这种强烈印象的感觉 其实就是因为受到了动画的影响 毕竟在奶奶有登场的动画第70集 128集15集16连161 203213 225 238 271319等级数中 我们几乎都是在看她和本田两人的感情戏 甚至即使一开始发生的事情 可能都与她两人的感情无关 最后都还是会以两人的感情戏作为收尾 也因此大部分人才会有奶奶这名女友就只是本田女友的印象 当然这不是在说这种印象不好 毕竟相比起漫画 本田与奶奶间的爱情还是动画描绘得更完整一些 但在漫画中 奶奶除了和本田的感情戏外 更有着她身为漫画家和责任编辑龙千世之间 那完全不输给本田的羁绊和感情 这都是动画中没有体现出来的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步步的来完整了解乙姬奶奶吧 说到奶奶必然就会提到她和本田之间的爱情 毕竟这也是奶奶登场时的契机 乙姬奶奶初登场于动画第七十集台版漫画第四四卷 在动画中在本田遇到奶奶前 动画先是原创了一段本田被失恋第183次的悲惨生日 这段原创除了是为了水石堂 更是想合理的引造出本田是如何注意到奶奶 这名新进的交通机动队队员这事 但在这也不得不说 长大过后再来看动画中这十集的本田 就会感觉她像是只发情的咒骂一样 一直想要找人配对她 那见一个爱一个的速度 真的不是常人能够疲敌 明明上一秒还在哭哭说 笑率有男朋友了 下一秒就在跪求中窗和栗子 给她好看的女人名单 真的不免会让人怀疑她的感情是认真的吗 即使知道她后来有多专情再回来看这段 我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单就前面这段来说 我更喜欢漫画的设定 因为漫画一开篇 本田就开始和阿良谈立的讨论的奶奶 这名新进旅进 而在讨论的过程中 阿良就和动画一样察觉到了本田喜欢人家 但与动画不同的是 漫画中的阿良先是问了本田 那本口立家要怎么办啊 因为漫画中的本田不像动画中的那样 他并没有到处找人陪对 也不是失恋了第183次 本口立家就是本田登场后第二个喜欢的人 所以阿良才会这样问他 但如果还记得本口立家是谁的人 相信都知道啊 本口立家他压根就对本田没有兴趣 即使坐着在奶奶登场前 还有在让他第二次登场 他依旧只喜欢在全世界到处骑车 对本田有兴趣的还是只有他吧 所以不想整天被他爸利用去试车的本田 才会选择转移注意力到奶奶身上 毕竟我们不可能要求本田去等一个 对他没心之想去全世界到处骑车的人吧 更不用说本口立家他那没良心的老伯 还利用这点让本田疯狂试车 而且一试就是10万公里起要 最后他甚至还擅自把本田登记为了他的样子 让本想和本口立家结婚的本田直接和他成了兄妹 真的不怪本田为何死心 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我会喜欢漫画多于动画的原因 因为这段是真的要好好的把本田的专情给体现出来 那在确认了本田的想法后 阿良就直接带着本田告白去了 之后的剧情啊 动画和漫画基本一样 一样是阿良吃均于奶奶的神经 一样是阿良直接替本田告白 奶奶奶在稍稍犹豫后决定接受 一样是本田叫奶奶骑车 但漫画中有更多关于骑重机的细节 而删除了那一点细节的动画 则是完整的本田是如何看到 奶奶和龙千寺出门的这段 在漫画中这段本田是突然就跑到了派出所哭诉说 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一个男的很恩爱的去画国餐厅吃饭 吃完饭哇两人还一起回到奶奶家都直到隔天早上 而且这样的事还不只有发生一天而易搞的本田 好像是个跟踪款样 天天在跟踪奶奶 而在动画中则是完整的还原了本田看到的经过 像是本田其实是和阿良出门 偶然间才看到了奶奶和某男子一起去餐厅吃饭 接着很正常的就会想知道两人的关系嘛 进而跟上前去 所以之后才会看到他两一起走进公寓直到隔天早上 才因此会听到奶奶说什么都是你不让我睡等 这些都是漫画中没有画动画组自己调补原创的 这边也不得不佩服当年动画组的用心 那在奶奶最后坦白的自己其实是少女漫画家爱野神女 且得知的那位帅哥其实就是奶奶的责任编辑后 所有的疑问才都随之隐瞪而解 就正常的恋爱作品来说 接下来两人就会迎接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呃才怪本田和奶奶就如同我在谁最适合当老婆的那期影片说的那样 他们两人的恋爱过程啊就好像在讽刺奶奶这位专画少女恋爱漫画的漫画家一样 永远没有什么呼叫名字就可以心灵消通的美梦 有的只是各种大小事都可以炒个天翻地覆的日常 但会这样其实也不意外 毕竟奶奶的个性虽然平常看起来胆小害羞 但只要他一固执起来他其实是很任性的 有多任性呢这点从动画第128集啊他因为画漫画陷入低潮 说也不说啊就直接滴落的不跟本田联络 结后来他还为了要画出各种画面用哭哭公司让阿良被迫被龙牵尸各种摔来打去 又或是台版漫画第52卷他因为喜欢做刺激的游乐设施就邀了本田一起去做 至高点130公尺最高时速超过120公里世界最长最刺激的云霄飞车 但当本田看到那个狗屁设施的瞬间鸟都快滴出来的表示自己有点不敢陪他去做 然后奶奶就开始哭说你真的不肯陪我一起去做吗 被浅乐的本田只好说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由此可知奶奶固执起来时到底有多么的任性 而没骑车个性较为软弱的本田可能刚开始在一起时还好还能应付 但个性软弱的本田肯定是无法长期应付如此任性的奶奶 且奶奶还是那种不管和本田有关无关 只要心情一不好就会直接断本田联络的人 那最终迎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吵架 说真的在了解了他两个性化 要说他们不会吵架我反而才觉得奇怪 然而吵架又如何 舒嬅也说了越吵感情才会越好 能够在每次吵架后还如此爱着奶奶的本田 以及看着本田永远那么包容自己的奶奶 两人也的确有在一起经历过了各种困难后让感情越来越好 像是动画第128集的最后 在奶奶终究还是画不出有趣的作品词 若不是本田有带奶奶出门骑车善心 奶奶也不会因而受到启发 他俩更不会因此发现原来早在奶奶高一时 他们就曾经想与弯录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那还真是 这段在漫画中也有 只不过漫画中的那人不是本田 而是一个骑重机刚好路过的大姐姐在奶奶去的 动画组大概是觉得 反正作者也没给那位大姐姐证明 不如就将她改成本田 才会更让人忧懂他们两人就是命中注定的感觉 还有像是在后来台版漫画第七十三圈以及动画第238集 本田因逮捕暴走族突然变得有名 然后发生了各种误会导致奶奶对本田闹起而冷战 在动画中奶奶是自己让本田完全联络不到他 然后才有龙千世找阿良帮忙 让两人重修就好的各种告示 但在漫画中则是由龙千世出手让本田无法联络到奶奶 并表示本田对现在的奶奶来说就是个累赘 等到奶奶恢复原众后才会让两人取得联络 是后来奶奶在看到龙千世帮他准备了演唱会门票时 想到了他与本田的约定 两人的感情才得以复原 而要说到两人间最定能感动的一段 那肯定还是动画第271集 当时的本田为了诱导出真正的暴走族犯人 但当下已经没有任何女警敢站出来当幼儿时 平时看似最胆小的奶奶却一脸坚定的站得出来 并表示绝对相信本田能够保护自己 虽然平时两人有嘲有闹 但在这种关键时刻奶奶这种愿意为了本田挺身而战的意志 真的是让人看得非常感动 这也真就证明了两人间的感情有多么坚定 什么 你问我本田他妹要结婚时本田回归报走族到处发疯时奶奶 is where 你问我问谁去问作者 要说谁能动摇本田和奶奶那坚定不一的感情 不管说龙千世绝对是唯一人选 从奶奶果山漫画家出道时就一直照顾着奶奶到大 虽然中途是说有换了三人 但奶奶也说龙千世才是最好的那个 可以说没有龙千世就没有现在的奶奶 奶奶也不会有机会和本田相遇 所以只要有提到有关奶奶身为漫画家的部分 就一定会提到她 龙千世并夺为少女漫画家的责任编辑 出登场为动画第70集台版漫画第44卷 龙千世在漫画登场的时间点 其实就是在奶奶向阿良等人坦承了自己是漫画家后 问大家要不要去工作室参观的那段 而在动画中为了不当两人的电灯泡 所以阿良中穿例子三人他们决定不去 但在漫画中众人就直接去了 猜不管什么会不会变成电灯泡了 而在参观的过程中龙千世就有顺势登场 但相比起动画第128集正是和阿良本田打造面 那种较为客气且还有点滑稽的龙千世 漫画中的龙千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沉稳帅气 他一进房门就先拿了个奶奶喜欢的蛋糕给他 然后搅拌了一些会替他熟悉的事 接着在看到了阿良等人后 他就很沉稳的发明片加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就又开始和奶奶说自己拿到了两张入场券 也约好了一间意大利餐厅 到时候两人再一起去吧 搞得好像他才是奶奶的男友 其他人就只是来参观奶奶工作室的好朋友一样 当然看到他的这些行为让阿良和本田都忍不住对他提出抗议 只不过在支开了奶奶后 龙千世就开始教训他们 并对本田落下的狠话要本田别对奶奶使乱肿气 搞得好像是他的情歌一样 虽然这段在讲述了恋爱对漫画家的影响有多大的台词 跟动画一致不差 但相比起动画龙千世希望本田好好帮奶奶的态度 在漫画中龙千世对奶奶和本田交往其实是非常的担心 毕竟本来就很纤细的少女漫画家 在有了男友后变数就会变得更多 甚至还有曾经失恋导致整整一年画不出东西的人 也因此龙千世才会更不敢掉以轻心 而在这话的后面 龙千世还详细的讲述了他与国山时的奶奶相误的过程 奶奶是在国山参加新人大赛时获得了家座 龙千世才开始担任了奶奶的责任编辑 但因为当时的奶奶才14岁 龙千世必须保证他会帮奶奶补习功课 才成功说服了奶奶的父母 没让奶奶的天分被婴儿埋没 而奶奶在国中出道时先是以连载短篇开始 到了高中后再继续连载了几部短篇作品后 才开始了长篇漫画连载 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同时兼顾血液 所以每当期末考时龙千世都还必须去帮奶奶恶补功课 延迟对身为独生女的奶奶来说 她是真的非常的依赖 这个可以说是老师也可以说是哥哥龙千世 就连在动画第128集中 由奶奶亲口告诉本田的那个故事 在漫画中的未改编版本中都是从龙千世的口中说出 由此可知龙千世是有多么的重视奶奶 因此她才会再三的警告本田 不准对奶奶做出会影响她画漫画的事 甚至在后来的台版漫画第51卷中 为了带奶奶考察神教而带她去垫耳龙千世 照顾奶奶都照顾的几乎像是动画第158集的那位明星一样 那可能会有人有疑问 刚才有提到说奶奶曾换过三个责任编辑 但既然奶奶对龙千世是如此的依赖 她又是怎么接受这个决定的 答案是她没有接受 根据龙千世说当初第一次决定换责任编辑时 让奶奶哭到她死活不肯画画 虽然后来陆续换了三个责任编辑 但奶奶依旧想要龙千世带 所以龙千世才又辗转回到了蓝宝石周刊 而换编辑这次啊也不是只有以前发生 在台版漫画第66卷编辑龙千世的苦恼之卷中 就又再度发生了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前面会说 如果要说谁能动摇本田和奶奶的爱情 那龙千世一定是唯一首选的原因 在这卷的一开篇 因为身为蓝宝石周刊的运营公司 新瑞社决定要再多创一个少女漫画杂志的周刊 并让龙千世去到那边的副总编 所以就导致她必须被迫持续 在原周刊中所有责任编辑的职务 因此才会导致奶奶的情绪低落 更甚至她还直接打算跟着龙千世一起跳槽到那个新周刊继续连载 因为她说 一直以来就是因为有龙千世的鼓励我才能继续奋斗 我没有办法待在没有龙千世的编辑部继续工作 我...我不想和龙千世分开 呃...呃...呃... 妈的这句话一出口本田就直接破防了 甚至后来奶奶说想一个人渐进 就直接把本田和阿良赶了出去 就连阿良都忍不住吐槽本田说你真的是她的男朋友吗 本田表示干你别问我我还真是没有什么信心 毕竟在奶奶的心中本田的地位大概就是 只要心情不好不管是不是本田引起的 就先断她联络再说等级 而龙千世则是无法动摇的绝对守卫 那在得知了奶奶的真实想法后 当晚龙千世就主动的联络了奶奶 而奶奶也很诚实的向龙千世诉说了自己的选择 然而龙千世则是语重心长的对奶奶说了 神女 你该选择的并不是蓝宝石还是哲人编辑 你最该重视的是读者 是那些每个月期盼你来连在的读者们才对 我只不过是联系你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你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辜负那些 一直以来支持你的读者们 龙千世在说完话奶奶回应了一个是 再来就只听了见奶奶的错气声了 而龙千世则是默默地挂了电话 并继续负责其他漫画家的工作 当然最后在龙千世用地出尺寸的方式来表示决心的说服下 上头才同意了让他再多留在远回两年 让那些漫画家们不用突然间就要被迫换个责任编辑 才让珍惜事件落下了帷幕 而奶奶和龙千世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亲密 这也让本田在奶奶行动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 好啦那以上就是以及奶奶的角色历程 老实说在做这期影片前啊 我是真的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多东西能写 本来我也以为奶奶就很单纯的是本田的女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吧 但实际上再去更了解漫画后 才知道她和龙千世的关系是有多么的深厚 那怕会有人误会奶奶有点表啊 我还是要说奶奶和龙千世两人的气氛 大概就只有到刚才说的那边了 后来在漫画中啊 奶奶多数还是跟本田在一起比较多 虽然在台版漫画第107卷的匪业介绍中 写得好像奶奶和本田没在一起一样 但实际上只要没有龙千世代 奶奶最爱的绝对就是本田没错哦 没有龙千世的话 那本来我还打算再说说 在动画中没机会发挥到的那些奶奶身为女警的气氛 这次对应到动画第225集的台版漫画第53卷 在动画中本来是由小挺和奶薛子帮忙地制作蛋糕 在漫画中则是由奶奶来帮忙制作 又或是对应到动画第325集的 一臂之力的漫画第89卷中 本来由粒子试验的一臂之力则是换由奶奶使用 但碍于影片时长我真的没办法全部介绍 那也不得不说 虽然奶奶登场的次数在漫画中也不算多 但相比起动画只介绍到她与本田间的爱情 漫画是真的有更多能展现属于她自己个性的剧情 且也别看在这部作品的话 奶奶好像如此的普通 那是相比于其他女角 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作为一个国山就出道 然后一边画漫画还能考进警察学校并读到毕业的人来说 即使她有隆间是帮忙补习 奶奶也绝对非等险之辈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我是所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